這個在這兒 還要講什麼 就怕了 恭喜恭喜 就像很多朋友應該都聽過你的CD 然後呢包括在歌大榜單成績也很好 但今天很多媒體朋友跟我們一樣 是第一次聽到他唱他的新歌別問我可怕 果然是行種的CD player 太厲害了 跟做媒體朋友溫聲好一下 各位媒體朋友 非常感謝就是各位能夠來到這個基德會 然後很高興大家能夠在這邊就是共享盛舉 謝謝 我們現在聽到這是什麼聲音 這首歌是我的另外一首主打歌 第二首主打歌叫做Burr 對 但為什麼現在會放棄呢 可能是不小心霧暗的是吧 可能是叫我要Burr誰吧 很恐怖 別問很可怕 重點是別問很可怕 但是問了很可怕 因為這一校已經有許多的資歷 但是今天是你的人生第一場戲人為 我們先過第一關叫做拍照 好齁你OK嗎 OK齁 我修各種帥氣的pose 好的 麥克來腳先 好謝謝 來請擺出各種非常非常迷人的動作給大家 除了有力太的才華之外 這一校的外戲你也非常的帥氣 內外堅修不得了 當然在過去呢 他已經有很多累積 不管你在外套的作品呢 熊仔的作品呢 還有陳新潘的作品裡面都可以看到 這一校的名字 在裡面做了很多合作 然後呢 這次呢出了自己的專輯 除了我們許多的音樂達人啊 音樂品啊 媒體的分享之外 許多的音樂朋友 偷胖呢 也給了很多很多的鼓勵跟轉貼 大家都主動的來支持這位 索尼音樂的全新的才子 也請各位美女朋友多多的幫忙 非常酷非常帥 重點是他能用才華的街巷 他的聲音也確實已經傳遍了大街小巷 謝謝 照顧一下每一台攝影機 右邊左邊的舞蹈 好右邊來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很帥 想問一下你的感想 因為其實你從開始玩音樂 然後到紐約再回來發展 大概也有個快十秒 差不多 就是從一開始2007接觸音樂到現在 對 然後呢 終於得到這一根感想是什麼 有一點不真實 但是這是一個你想了很久的事情 就是從 我相信有一個做音樂的人 都會想說有一天你可以出自己的專輯 讓所有人聽到自己的歌 然後現在我就站在這裡 唱我自己的歌 就是動心 其實感覺蠻好的 OK 太好了 因為其實這個 在過去的世界裡面也沒有擺過 做了很多的準備 在紐約的吸收 這些都是很好的養分 對不對 很多朋友 你的周邊很多音樂人 對對對 有哪些人你覺得特別要感謝呢 給你很多的鼓勵 或者是在你比較等待啊 或者是那種無奈的時候 給你很多加油祝福的 我在紐約的時候 就認識我的兩個製作人 一個叫做謝乾乾 一個叫做提刀姐 那他們那個時候就是還 一開始還不在業界 大家都是喜歡玩音樂 對 然後後來一直到我回來 他們已經在業界工作 然後一直不斷的support 就是在我路上做的這些事情 然後能夠站在這裡 然後當然也要感謝就是 我的經紀公司 Daniel哥 畢國勇老師還有 然後要是就是欣賞我的創作產品 然後接著我還有當然還有感謝 就是紐約音樂 跟所有的老闆跟工作的動人 對 太棒了 這果然是第一次開機講的 你一開口就是兩個 我們不認識的人 好 那就對你來說 沒有真的很重要 對不對 我會 我常常常常在 謝乾乾的 對 謝乾乾跟提刀講方式 好 記住了 記住了 都是厲害的高手 現在新時代的到來 有很多厲害的這個新秀 當然剛才講到 DiB國勇 我們比較熟悉的 就是通行 那還有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你也等了很久 才等到今天的記者會 你怎麼都發揮了 對不對 是 這段時間你有去觀察 就是大家對你的評價 因為你自己也是網路出現 算是網路出現 對 你有沒有留意一下 大家對你的一些評語 我覺得就是 我現在想要做的音樂 可能對很多一般的大眾來講 就是他們會覺得 稍微有一點陌生 有一點就是 需要花時間吸收 但我相信 這個好的東西 能夠漫漫擴散 那我中間也看到了 不少就是 樂屏老師 給我不少的肯定 在專輯的製作上 跟他的曲風幫他定位上 算是讓你 我跟製作人都還蠻欣慰的 恭喜你喔 謝謝 謝謝 今天有一首歌呢 就是 You'll never know 你的點擊率 已經超過一百萬 我們都想說 哇 我的人生第一個 自我選擇歌曲 對 恭喜恭喜 因為在過去他翻唱了很多卡文歌 包括可能大家聽過 無數的版本的 妖怪手錶 但是呢 這項版本就是不一樣 但是現在破百萬是自己的歌 就特別選擇 就是感覺就是不一樣 對 以前唱完命關頭也好 妖怪手錶也好 那都是別人的作品嗎 是 現在憑自己的實力 恭喜你喔 謝謝 但是你怎麼定義你自己的風格 因為我們聽到R&B的元素 但是他也有HIPHOP 但是這個新的時代 有沒有什麼新的名詞 可以來定義你這種風格的音樂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講的話 我會說可能接近比較PBR&B PBR&B 對 就是比較New School的R&B 那我那個時候在做專輯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從小是喜歡聽HIPHOP 然後我再聽R&B 那我會想說 我要做什麼樣的華語專輯 有這麼多的前面的 就是前輩 他們做過多少的R&B 多少的HIPHOP 那我想說我想做一個有HIPHOP 聽感的R&B專輯 是 可能是一個新的嘗試 是 雖然聽了很多